漫天气静,只有萧妍的冷声缓缓回荡,无数云兰宗弟子在此刻松了一口气,旋即略感悲气。 想当年啊,云兰宗那是何等的威风,没想到如今却落到这般任人宰割的地步,这种落差真的令人是颇为难受啊。 当然了,不管再如何难以接受,可是这些云兰宗弟子也没有半点法子呀,看修妍那副杀气腾腾的模样,想必早就打着血洗云兰宗的主意了。 若非是云兰宗主与其关系与交情,恐怕此刻广场上早就是血流成河呢,因此能够捡得一条命,对于他们来说,已经是极为幸运的事情了。 听到修妍那宛如最终审判的冷语,云兰娇躊一颤,背齿紧咬红唇,脸颊上布满了异样的苍白。 怎么,这,就是你对云兰宗的报复吗? 看到云兰那凄惨的模样,拿兰燕燃也是一点心痛,他紧握着前者的玉手,猛然抬头对着修妍说道, 修妍,如今的云兰宗对你已经没有什么威胁性了,难道就不能手下留情吗? 我与老师能够当众发誓,这段恩怨,日后云兰宗不会再有一个人提起的。 哼,看了以往的情分,这是我最后的让步,鸡犬不留与自动解散两者选齐,如何选择,你们自己决定吧。 听了修妍的话,纳兰燕燃眸子也黯然了,他知道,修妍呢,是绝对不会再让云兰宗存在于加玛帝国,能够争取的让他放过这些普通弟子,已经是他最大的让步了。 随着硝烟幻刚落,无数道目光顿时投向云运,究竟选择哪一种,全部都在他的遗念之间。 云运欲手紧握,明眸中闪烁着挣扎之色。 算了,事已至此再多说也是无用,你既然迟疑要如此,那么就依你,只要不伤云兰宗普通弟子,一个月之内我会将云兰宗解散的。 狠着心,不去看云云的神色,硝烟声音低沉,希望你能够做到,若是宗内有若执意不符者,那我会出手的。 接着硝烟的目光一转,望向了下方无数军队之首的妖夜。 妖夜公主,将军队撤去吧,不过为了以防外衣可以暂时驻扎在山脚之下。 妖夜连忙微笑着点了点头转过身,一道道有条不紊的命令发布而出,而在其命令之下的黑压压的针队,顿时日如潮水一般迅速退去,最后消失在山顶。 今日之事,多谢诸位了。 硝烟的目光再度望向了嘉行天等人,文言嘉行天,伐马等人连忙摆手笑到客气,今日能够将云兰宗覆灭,功劳最大者还是硝烟和那位神秘的老师。 他们这些人呢,其实也就帮忙抵挡了一下云兰宗的长老而已,而且如今云兰宗一灭,那么日后加马帝国局势或许就得大变。 以硝烟如今的势力,毫无疑问,又将会成为加马帝国一霸,他们日后啊,指不定还要看他的脸色行事呢。 承诺中尉的一些报酬,带着硝烟伤势痊愈之后,会尽数奉上。 哎呀,不急不急,现在最重要的是,硝门主先将伤势养好。 英国老丧人的联盟培向,态度是异常的客气啊。 经过了先前的那番大战,他们对于硝烟的实力更是有了一些了解。 若说以前他们是因为美杜莎这才对硝烟忌惮的话,那么现在便是真正的对其感到敬畏。 毕竟如今的硝烟可是有着能够将斗宗强者都击败了的实力了,这足以令他们小心翼翼的对待,不管在何处实力永远都是灵驾一切的东西。 点了点头,硝烟身形突然一颤,背后的碧绿火翼陡然变得虚幻下来,那从其体内弥漫而出的强悍的斗气顿时如潮水般的消散,脸色再度变得惨白。 显然呢,随着体内药力的消散,那种透支力量也开始的消失。 没事了吧? 见到硝烟身体颤动,海波动身形一动,便出现在他身旁。 摆了摆手,硝烟额头之上布满了细密的冷汗。 随着斗气的消散,体内伤势又开始爆发,剧烈的疼痛令他浑身都在颤抖着。 哎呀,你这伤势不轻啊,有强行透支力量。 我看呢,还是赶紧回去休养吧,不然的话,万一留些后遗症,那对日后实力的提升可是有着极大的阻碍啊。 点了点头,硝烟喘喘了口气,对着天空上的众人挥了挥手。 今天日事,便先到此为止,走吧,诸位。 一个月之后,我不希望再听到云兰宗那个名字,否则的话。 说着他扭头望了望云云,云云苦涩的一笑,一切都会如你所愿的。 云兰宗解散之后,你还会自问谢祖师吗? 唯唯一愣,云云望着目光云云扫向下面那些云兰宗弟子的硝烟,明白后者一死他,只得咬料银牙说。 只要你放过云兰宗弟子,一切我都依你,那就好。 虽说解散云兰宗不复存在,可想将他们找出来也并不难嘛。 虽然说着,眼中寒蒙闪过,手掌一握便将地上的云山那具冰冷的尸体吸进了手中,然后塞进了纳戒。 虽说如今要老已经被魂殿所抓,可是虽然却依然决定,一定要将老师所说的那些炼制身躯的材料所凑齐,然后并炼制出来。 因为他相信,日后他一定会救出老师一等,然后将一具完美的躯体给予他老人家。 看到了萧妍的举动,云兰的脸色微微地变了变,想要开口说什么可在萧妍的透着些许寒芒的目光之下,只得咽下了嘴中的话。 如今云兰宗这么多人的性命都握在前者的手中,他也不敢真的把他给激怒了。 将云兰震慑而下,萧妍这才轻哼一声,回头对着海伯东说,走吧。 好,海伯东点了脸头,目光扫了云兰一眼,一手提着萧妍背后兵役一阵,便对着帝都之中飞了而去。 其后,嘉行天,法马,美杜莎等人呢也是紧紧跟刺而去。 随着天空上的庞大的阵容迅速离去,笼罩在云兰宗众人心头的压抑,这才逐渐的淡去。 众人面面相去皆是暗叹苦笑,目光中的悲弃之意甚浓。 嫣然啊,等将这里的事情解决完了之后,还是回家来吧,你和你母亲有三年未见了,她可想你的很啊。 纳兰杰与纳兰宿望着离去的众人,这才对着纳兰燕燃说道,看到纳兰燕燃点头了,纳兰杰两个人这才松了一口气。 瞧了瞧云兰,一声叹息不敢多留啊,如今的云兰宗可不是以往那般高高在上,所谓强倒众人推。 虽说云兰是斗黄强者,可他们也是不敢与之表现得太过亲热,否则的话一旦惹起硝烟不满,恐怕他们纳兰家族第二天便得消失在这加玛帝国呢。 对着云兰拱了拱手,纳兰杰两个人也是赶紧的斩动身形对着帝都略去。 再也不肯在这一片狼藉的云兰山停留呢。 天空之上,萧瑟的秋风吹过,留下了两个身影单薄的女子,相视一眼,嘴角皆是擒着一抹苦涩。 老师,你打算怎么办? 还能怎么办? 你对萧妍难道说还不了解吗? 这次他是看在你我的情面上,才没有令云兰宗血流成河。 但解散云兰宗已经是他最大的底线了,若是这期间再出变故恐怕。 悠悠的一声叹息,云兰异性阑珊的挥了挥手。 告知云兰宗弟子吧,一个月之内尽快离开。 离开的时候,每人给一笔钱财,以他们的实力应该有着求生之力。 纳雷烟然默默地点了点头,心中也是颇为萧瑟。 天气阳光射过的云层照在云云身上,他望着萧妍等人离去的方向,心中浮现了一股莫名的情绪。 当天那个稚嫩的少年真的如他所料,成为了一名能够独挡一面的强者了呀。 只不过,没有想到在他成长之外,第一个领略到其厉害的竟然是自己。 发生在云兰宗之上的事,短短几天便飞一般地传遍了加玛帝国每个角落。 顿时啊,整个帝国都为之掀起的是轩然大波。 云兰宗在加玛帝国势力是何等的强横与可怕,几乎是人尽皆知。 这几年由于云山的坐镇,更令云兰宗声势大振。 然而如今,却传出了云兰宗将要解散宗门的震撼性的消息。 这对于加玛帝国的人来说,无疑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情。 而在这般事情传得沸沸扬扬的时候,作为事件的主角萧家与萧炎也是彻底地被加玛帝国所有的人知道的。 对于萧炎这个名字,一些人略感陌生与茫然,但是一些记性好的还是能够模糊地气,三年之前那在帝国之内如彗星般崛起的新秀。 不过当时的萧炎呢,也仅仅呢,是在年轻一辈中颇为优秀。 但在云山这等老妖怪的眼中却不值一提,因此当年还因为得罪云兰宗而被追杀出了帝国。 然而如今短短三年却强使归来,并且已经强悍到足以击败云兰宗这般庞然大物的恐怖地步。 如此飞速的进步,当真是令人不得不咋舌惊叹啊。 在整个帝国都为此事震动的时候,那云兰宗呢,也终于首次传出了将要解散的消息。 而随着这个消息被证实,虽然也是免不了引起无数的惊恶之声。 在云兰宗传出解散的消息之后不久,便开始由云兰宗弟子离宗下山而去。 最后隐匿身份成为普通的帝国议员,日后他们再也不能依靠那个身份来与人宣言。 短短半个月之内,云兰宗的弟子便离去了十之七八,而云兰山也开始从以往的森严变得空空荡荡。 这座以前在加玛帝国国人的眼中视为修炼圣地的山峰,日后也将会成为一座普通的山脉。 或许随着时间的流逝,连云兰宗这个名字都会逐渐的被遗忘在岁月的长河当中。 曾经显赫了加玛帝国几百年时间的古老的宗门便这般的悄然没落了。 而随着云兰宗的解散,帝国之中呢,也响起了无数的唏嘘感叹之声,他们都见证了一个庞大势力的衰落。 而在见证这般大变故的时候,那硝炎之名呢,也开始传播在无数人的嘴中,因为只要不是太过愚笨者都会明白,日后的加玛帝国这个青年,恐怕将会取代以往云兰宗的地位,成为帝国斗气修炼界中的一方霸主。 加玛帝都,加玛盛城,坐落在城中心地段极好的萧府,无疑呢,是最近帝都之内啊,最吸引目光的所在。 每天这里都是人流不断,无数在帝都之内有头有脸的势力首脑,都亲自带着众礼前来庆贺,甚至为此啊,甘愿不顾身份的在府外排队等待良久。 有的为了能够将自己的心意送达到萧府之中,连对那守门的萧家族人都笑脸有加言语之间极为的亲热,这般待遇也令一些萧家族人虚荣心大涨啊,连带着连气质都略有改变,再也不像以往那般躲躲藏藏如老鼠一般的谨慎了。 萧府一处宽敞幽静大厅,黑袍清廉安静地坐椅上眼眸威逼,而在大厅内细部走动的美貌侍女小心翼地把茶水针满之后,都会立在一旁偷偷地打量这位加玛帝国炙手可热的心生霸主。 脸颊泛泛着飞红,谁家少女不怀春呢?如今的萧妍可不知道是多少加玛帝国少女心中爱慕的英雄。 哎呀,你小子终于出来了,怎么样,生事好了吗? 安静的大厅突然被一道笑声打破了,随即呢,萧丽的身形出现在大门处。 听到笑声,黑袍清廉睁开眸子,漆黑的双眸当中淡淡的火麻。